我们之前聊了很多买房子怎么选城市的 今天聊一个更具体的 在一座城市里具体怎么选房子 我们一都知道选房子最重要的就是地段 那怎么选地段呢 影响地段的无非是这三个因素 交通 商业圈和教育资源 咱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看交通 主要看交通是否便利 周围的地铁站 公交站多不多 上班的时间堵不堵车 包括道路过不过宽敞等等 我们都知道离地铁站越近的房子 甚至空间越大 都愿意沿着地铁线买房 有人总结过 一般刚宣布要建地铁的时候 房价就会先涨一波 部分运营之后再涨一波 建成之后还会涨一波 所以才会有地铁一响黄金万两的说法 这是第一点 看交通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 商业圈 如果周围有大型的商场商圈 那么房子的价格就会升得很快 比方说青岛有个凯德广场是2016年建成的 附近有个小区叫做阿姆街区 房价在2016年10月份的时候 还是1万9亿平 等到一年之后 2017年11月的时候 就变成了2万9亿平了 也就是说只用了一年的时间 每平米就涨了1万块钱 除了看有没有商场之外 还要看周围的配套设施建的怎么样 质量好不好 档次高不高 如果商场入住的门店都是奢侈品牌 像是买LV股吃 自然商业价值就高 如果入住的只是沙县小吃 黄门鸡等小吃店 商业价值就没那么高了 自然房子的生殖空间也就没那么大了 第三点要看教育资源 家里有孩子的 或者将来要有小孩的 肯定要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 所以你选的房子附近最好有学校 这样无论是接送孩子 还是孩子自己上下学都会很方便 如果住的离学校太远 不论是交通费还是房租费 甚至接送孩子所耗费的时间精力等隐形成本 加起来远不及你直接买一套 在学校附近的房子更省心省力 上面说的都是在成熟的老城区 怎么挑地段 如果你预算有限 老城区的房价已经很高了 那能不能在新城区选房子呢 当然可以 如果你能优先选到有生殖潜力的房子 将来收益会更高 那新城区选地段 具体要看哪些因素呢 就要看它的城市规划图了 哪里要建地铁 哪里要修学校 就围绕这几个主要的因素来看一看 而且要优选 物业质量高的 要等几年之后 房子都会有折损 一个好物业反倒能带来生殖 没人打理的小区 自然房价就会跌不少 大家好 我是财妈小庆 不知不觉中 2018年转瞬即逝 迎来了崭新的2019年 支持新春佳节之际 小庆给大家拜年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财妈说栏目的关注与支持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合家欢乐 幸福安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家